战士们期待已久的使命手册返场将于11月11日上线 就让本王来带战士们快速了解下全新的使命手册商城吗 在使命手册商城内 战士们可以重新解锁以前错过的使命手册奖励 并通过积攒使命积分兑换奖励 此次共有三个赛季的使命手册回归 它们分别是暗夜降临、逃离东京和赛博幻境 具体解锁方式且听本王细细到来 首先战士们可以前往使命手册 点击商店页签 使用CUD点券解锁反场的使命手册 在反场的使命手册里 战士们可以获得当期赛季的核心使使奖励 需要注意的是 反场赛季奖励不包含点券返还 不包含部分稀有及普通奖励内容 解锁后的赛季将为战士们持续保留 不会因为赛季结束而下架 战士们可以在后续时间内逐步兑换等级奖励 解锁后战士们可以立即获得等级1对应的4个使使级奖励 若战士们之前已经解锁过该使命手册 单位获得全部奖励 解锁价格将根据已经获得的核心奖励数量进行折算 解锁后同样将立即获得一个等级的奖励内容 解锁反场使命手册后 可以前往以解锁界面查看奖励 战士们可以通过积攒使命积分 按照顺序兑换后续等级的奖励内容 每个等级需10个使命积分进行解锁 如果战士您从未解锁过此使命手册 那么累计共80个使命积分 可兑换整套使命手册奖励 那么有战士就要问了使命积分要如何获得呢 别急 本赛季的使命手册的升级线也会进行更新 由原来的50级变为150级 在1到50级 战士们可以获得原本的手册奖励 以及使命积分及金币 等级达到50级后将不再获得宝箱 而是获得使命积分 购买使命手册后 获得使命积分的数量也将加倍 画个重点 战士们已经获得的使命积分 将不会随着赛季更新而清零 战士们可以不必为此担心了 使命手册商城就为战士们介绍到这里 接下来就由本望带领战士们 回顾一下此次的返场使命手册 活动将于11月11日上线 心动的战士可千万不要错过了